如果能过下去尽量好好过 这次过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有个了结 这个我们三口之家脑子很不愉快 以后别再暴触碰 别再大碗 不要再停上去理回 曹先生的话听上去令人震惊 说话都武器无力的李女士 在生活中却独自暴力 让他这位男士都心惊胆战 去曹女士说 原本他并不是如此暴躁之人 而他的怨气来自于对家里两位男士的失望 首先说说儿子 儿子在以往的二十年都很贴心听话 可就在他长大之后 在一切事上再也不愿听李女士的意见 那就是找对象 孩子谈了一个对象 也谈了有三四年 之前天呢 那个女孩和我儿子的年龄相当 他们也是从小上学一起都在一起 上班去工作的时候 又接触了另外一个女孩的 就给前面那个女孩子闹非手 我觉得我儿子做得太不负责任 对后面这个女孩来说 我挺不满意的 感觉他的年龄比孩子要大四岁 是他 插足他俩中间的事 我一直在阻止他们俩继续交往 而且后面交的那个女朋友 你去交流过吗 我说过我不接受了 也不同意 我当时说话也有点难听 我就跟那女孩子说 我说不同意 不接受的情况下 你们继续交往 就是你们爸孩子生下来 我也不会接受 也不让进门 你这态度很坚决 是 对方就是说我 你凭什么不接受 就这样给我毁的话 你有把这个态度 跟你的丈夫沟通过吗 他知道 我对他这个人 在这个事情上觉得 他这个人就是左右摇板那种 他跟我说的时候就是说 我也不看好他们俩 当他知道孩子 跟这样个女孩 又继续来往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说 不行就硬扛 我这边跟他硬扛 他那边就是给日子总高 在背地里跟孩子聊天的时候 他就会让孩子说 你说那女孩怎么好 你喜欢她什么 孩子就会给我说 他父亲懂的 他父亲理解的 你是接受不了 儿子这件事呢 还是接受不了 曹先生的这个做法 我都接受不了 我的心里也不是很落运 不常的女士 这个女士 这是曹先生的初恋 2017年 那一天 他和他的朋友 一起去吃饭了 十一点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应该回家了 快点 我就给他打电话 打了几次他都不接 然后我就通过 他一个朋友 我一起吃饭的事 我就知道他说谎了 因为他是去见他的初恋了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没有说别的 就先打了他 他就让你打了 也不解释 也不问怎么去打我了 他就说 说我至于吗 我就是受不了他 我说谎 我非常生气 我就站起来 给他理论 跟他说 他就自己告诉我了 他见的是初恋 我见过这个初恋 也不是我自己 我们五个同学 北来基本上是五个 去了四个 所以说我怕他误解 所以就给他撒了个谎 不可以民众延伸地告诉他 我同学一起吃个饭 里面可能有一个 就是我的初恋 因为一切我也阻止过他 给我了一个神医盒本 浪漫过去 你不让我和别的来同事来往 你还和你的初恋见面 所以没给他说实话 你想不带他一起去 就没有 他还说我不关心他 从心里到 我意识到跟你带来了伤害 有一次香菜卖五块五一斤 我买了一块钱的香菜 买到家里他就唠叨 一大枪我们就爬起来 他就动 爆出口 动手打我 就因为一块钱的香菜 他买了香菜回家之后 我告诉他我就说 以后别买这么多香菜 不好吃 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们真的来伺候 他就把我娘家哥 扯进去 只有没有你哥来伺候 这么说 我都动手打了 还有一次 因为我正在工作 就因为一踩一口去他就生气 那一次也动手了 他一点就打了110了 他不让打 打的态气 不是像别人那样态气 就是 就这样态 他就是 就这样 感觉就是很反感 很厌恶的那种 他厌恶谁 反感谁 就是我吧 扯扯心里感觉就是 你的朋友出个叹气 就是觉得 他心里没有我 我不如他的初恋 他对我的厌恶反 既然你这么反感 既然看到我 你自己想象的吗 是我自己想象的吗 他在对你又打又骂的时候 你会还手吗 从来没还手 孩子还小的时候 打我骂我 那时候打我一次 我现在就打十字 感觉就是说 我也不解气的那种 曹先生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感叹现在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李律师的怨气 究竟从何而来 小到日常所致 大到儿子成婚 都成为了他发现的出口 据他说 这都是多年以来压力的结果 他母亲在我孩子 一岁多的时候 就检查出我十二岁 孩子四岁的那年 已经去世 五年的时候吧 他的父亲就 天天那种 有两年多的时间 父亲也去世了 不仅得照顾家里 工作起来 也是起早盘黑 没日没夜 最忙的时候 白天就是午休 可以睡一两个小时 起来就是接着干 接着忙 忙到夜里都 然后就是十点钟的时候 忙完 就是睡一两个小时 我这么辛苦 我这么累 也是为了一个家庭好 而他们两个就是这样的 不理解我 艰辛的生活 让林女士不堪重负 所以她开始用暴力 发泄过去的苦和愿 可是宣泄过后 日子并没有变得更好 随着儿子婚事的告吹 夫妻关系的紧张 林女士就像是个 谢了谢的啤酒 如今的她 心灰意冷 只想离开 就让我觉得 我自己在这个家庭 何必这么发现 过下去 看自己的婚姻 就是让自己解脱 观察员里 做教育工作的刘峰 决定先从亲子关系的角度出发 着手分析问题 林女士你好 在我看来 你的习惯就是 有比较强的控制欲 儿子的成长也好 儿子的婚事也好 丈夫的行为表现也好 希望全在你的掌控范围内 本来呢 这个事情呢 也无可厚非 但问题是 任何事情过了度 就成了问题 林儿子的这个婚事上 他满了18岁 他就是成人 他就有他的独立意识 他就有他自主的 去处理自己问题的权利 当然我们作为父母亲 过来人 可以提出我们的忠告建议 一个成年人来讲 不管是父母亲 还是孩子 咱们在人格上 是平等的 这个问题可能 您没考虑过 所以您会跟儿子 产生这么深的矛盾 那么对于丈夫而言呢 您看 不管是涉及到 您的丈夫 跟初恋的女友 见过面 根据他的描述 不是去为见他而见他 而是同学聚会 而见到了初恋女友 对吧 然后买香菜的事情 叹一口气 你都能够一个巴掌甩过去 那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妻子 那就不叫做爱了 这叫野蛮 这叫过度的控制 你在跟儿子的 在聊婚事的这件事情上 你告诉他的这样一句话 你说你们有的事 我管不了 你们自己商量着办 如果我们只听后面这半句 感觉你是挺民主挺自由的 你们商量着办 但是前面有一句前提 叫做你们俩是我管不了 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孩子他听到的 仍然是一个非常消极 不管他们的妈妈 很放弃他 可能你跟他的方式 是存在问题的 可能你用了一种 相对独裁的爱 去爱他 我觉得你需要去调整 你跟孩子之间的 相处的方式 尤其是我也刚生完孩子 所以当听你们说到 九个月的时候 疑似白血病的那一刻 我相信你整个的生活 全部都是已经崩溃了 是 所以就这样那种过程之后 你可能会对这个孩子 更加关注 更加关心 是 这以后的日子里 就是孩子的身体 一直很弱 经常的生病 所以他的一生 你都非常的担心 是 所以一旦涉及到情感 你也希望他更好 就要像你谈到了两点 第一点是 这个女孩比他大四岁 第二点是 这个女孩很有可能 是之前那一段的 一个破坏者 是 可是这两点 都是外在的 对于儿子来说 他真的看上 这个女孩的是什么 可能你真的不太了解他 女孩的 是 女孩的